我经常会收到这样的留言, 廖老师,我马上就要去中国了, 可是到了中国以后, 我怎么样访问Google或者YouTube频道呢? 又或者,外国人在中国怎么买火车票呢? 如果我想打车,买东西, 可是我没有微信支付,怎么办呢? 也许你曾经去过中国, 有一些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验, 但是你知道吗? 中国每一年都有新的变化, 比如2022年,也就是去年10月, 我曾经回过中国, 可是今年7月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, 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, 由于我的老公是法国人, 所以我们每次回中国之前, 我都要查询清楚外国人怎么在中国住酒店, 付费,使用微信, 等等一系列非常实用, 有非常重要的信息, 如果这正是你想了解的信息, 还等什么呢? 快来加入每日中文课的线上见面会, 怎么样参加呢? 有两种办法, 第一种办法, 成为每日中文课的会员, 无论你是YouTube会员, 还是官网会员, 都可以免费参加每周一的线上见面会,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知道每日中文课这个频道, 你可以注册我们的newsletter, 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次线上见面会的机会, 我非常好奇, 这次大家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? 我要提前爆料一个, 今年在中国打车时发现的新的变化, 如果你在大城市打车, 很有可能车里装有录像和音频的监控, 为什么会这样呢? 我还专门问了开车的司机, 具体情况, 我会在线上见面会上和大家一一分享, 期待你的加入!